請倒數三秒好嗎 3 2 1 請撐球 我們看到了國華部的大家長 鄭立軍政府部長 帶領著我們所有的委會對賓 包括我們的小團長 梁思長 還有我們今年度最辛苦的 全國美展的民主會員 他們將手上的商品球依序 國美展從2011年復旦 今年是17年 我非常高興看到 全國美展每一年的職工量 都持續的在成長中 全國美展始終頂持著 導著藝術人才 鼓勵創作 提升藝術的能量 這樣的一個精神持續的辦理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台灣也有其他政府手辦的工辦的美展 還有民間各項的美術的競賽的展覽 但是我相信全國美展有特殊的感情 有它特別不一樣的指標的意義 那麼所以看到每年持續的有 許多的藝術家來參與 那麼我們非常高興的今年 剛剛主持人告訴我們 我們有超過1200多件 應該是1238件 的這個作品來參選 那麼總共有166件入選 那麼其中有30位今天的得獎人 還有5件的年審查獎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評審委員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在此要先感謝評審委員 這個專業的審查跟辛苦 那當然我們要感謝所有藝術家 積極的來投見 那麼透過各位的參與 在全國美展這個平台上 來進行藝術創作的分享跟交流 那麼在這個大家互相信任的平台上 互相的切磋 為台灣的藝術生態注入更多更豐富的生命力 你看到許多藝術家 不同型態的創作 裡面充滿了生命的體驗 那麼對城市樣貌 對環境生態 那麼乃至於對人性深處 還有對許許多多社會性議題的關照 我相信這個就是藝術的力量 因為藝術的女人 不斷的和自己和時代和社會的對話 那麼為台灣這片土地 留下生活情感跟思想的印記 那麼持續的透過藝術 來讓台灣社會更精彩 那麼我們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全國美展其實在台灣有著長久的歷史 公辦美展其實在台灣應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那麼透過百年美展裡面 許許多多不同世代藝術家的參與 仿佛看到了百年藝術家的身影 那麼透過百年藝術的作品 其實也讓我們看到台灣的步伐 台灣社會的變遷 台灣每一代每一代心靈的思語言 導入策展的機制 讓每個地方都有發動的引擎 帶動藝文更豐富的創作 跟每一位擁有文化公民權的公民 文化生活的禁用 那麼我們最近也盤點不離的預算 希望提出青年文化萌芽計畫 特別給年輕新月的藝術家 在他們踏上創作的第一禮錄的時候 給予充分的支持 那麼我們也期待透過我們的美術館 跟各地的各式各樣的一個專業的空間 集體的串聯 那麼也跟我們正在建構中的 空種文化實驗室一起連結 那麼讓台灣社會看到 台灣持續蓬勃發展的藝術能量 這些工作都是部裡面 希望能夠站在各位的背後來支持大家 因為我始終相信 藝術是這個土地最重要的一股生命力 那麼我們期待支持大家的創作 透過大家的創作 帶動台灣文化的發展 那麼最後我想引用台灣文化社會 當年曾經有過一個赤島畫會 他的畫會的終止的這句話來自我勉勵 那麼也期待透過我們更多年輕新的藝術家 持續努力不懈的創作勉於表達自己 那麼讓台灣社會更精彩 這句話就是當年的赤島畫會 他的創作的理想就是 希望透過文化化育台灣為美麗島 能用赤城的藝術力量 讓台灣人的生活溫暖起來 我相信這就是每一位藝術家心裡的夢想 也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大家的參與 恭喜大家得獎 謝謝大家得獎